各位早晨,我沒試過看一齣威爾斯的電影 這齣是第一次,裡面說的都是威爾斯的語言 不是英文,不是我懂得聽的語言 我覺得挺有趣的,因為沒看過,沒試過 這齣戲的質素比我想像中好 裡面很多的畫面拍得非常漂亮,拍得很漂亮 我覺得那些演員也演得相當不錯 這齣戲走的路線是那種懸疑恐怖那類的電影 即是那種slow burn的恐怖經歷片 即是可以界定位 他的故事是說一個很有錢的家庭 有一晚他們請了一些貴賓回家吃飯 這些有錢的家庭,老婆也不太懂得煮東西 不太懂得在廚房工作 所以他們請了一個女生回來 那一晚就是幫忙 即是他負責 準備一些食物 然後serve 然後clean up 然後那個女主角 就是來了一個女生 觀眾看到的就是這個女人 即是他的表情 即是他的舉動 好像有點古怪 然後就是在這一晚 這個女生 以及這個family 還有他的奔客 即是他們各自做的事情 然後他的路線就是懸疑恐怖 即是那類電影 這齣戲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看了一半或大半 我還是非常擔心這齣戲會很難 因為他是走那種slow burn 很慢的路線 所以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用很多的時間去做出一些鋪排 又或者去營造一種緊張 又或者懸疑的感覺 在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介意的 因為好像我這樣 我也會期待 一出好看的經歷片 是有這些鋪排 這樣才好看 你不可以一來就脫褲 你也要有些前戲 你後面才有pay off 所以我是不介意的 但是這齣戲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即是他不斷在建立 有很多 越看越多 是完全不能解釋 你是完全看不明白的畫面 是不斷地出現 然後 看了半小時 看了一小時 看了一小時 15分鐘 然後 去到某個位置 你差不多覺得我糟糕了 如果他花那麼多時間 不停在那裡 不斷做前戲 最後是沒有pay off,攪前戲攪了一小時後,最後是快閃早洩 這樣就不得接受,我看這齣戲的時候,看到某個位置,我很擔心會不會變成一齣爛戲 幸好到某個位置,因為我有很多聽眾,沒有耐性看電影 我可以和你報告,起碼我覺得最後的pay off是OK的 前段有很多無厘的事情發生,很古怪 去到後面,起碼我的感覺,我不太介意 我會覺得最多的部分,他能夠解釋 他不能夠解釋完 你想回頭,早段有幾個畫面,我都覺得不合理 都是,但起碼去到那個位置,看完這齣戲去到結局的時候,我不會覺得很介意 去到後面,我發覺原來這齣戲是那類型的恐怖片 我就隨便吧,不可以和他太過計較 好像我剛才所說,我覺得這齣戲拍得很漂亮,那一齣畫面 他那些演員都做得相當不錯,我覺得是 但作為一出,因為他是懸疑恐怖片 懸疑的部分,我覺得有時候你看外遇片,就是會這樣 他那個步伐,跟你看開那些 不是你看開,我看開的那些荷里活電影 那個步伐不同,那個平衡的節奏有些不同 我就不太習慣,我覺得他堆砌懸疑的部分是太長 他那個前戲太長了,你知道嗎 就是長到差不多是 去到某個位置,已經是對出戲沒有什麼興趣的時候 他才開始再招呼,才入戲 我覺得娛樂性會低了一些 他有一些外語片,是很血腥,很噁心 這齣戲就不是很血腥,不是很噁心 我想他意識上 有一點點那種感覺 去到某一兩個位置,你會覺得很噁心 或者好像很痛 但其實在畫面上,不算是很血腥 其實有很多荷里活電影,SHAW,那些飛鳥腸出來 那些是血腥噁心很多 這齣戲不算是很噁心 所以在懸疑那部分,我覺得他堆砌的部分太長 然後去到恐怖的位置,我就不覺得特別恐怖 所以在懸疑恐怖這個類型,我覺得他不是很成功 但也不是一齣爛電影 因為這齣戲看到一半,看到大半的時候 我曾經擔心,我在看一齣爛電影 起碼他不爛 我第一次看一齣Wells Movie 我也覺得有趣 這齣戲我給的評分是C 其實都看得過的,但你要有心準備 你不是看一齣很突出的電影 是一齣很慢的電影 是一齣很需要耐性去看的電影 但到最後,我自己不覺得是一齣爛的電影 叫我歌手 有眼睛 有雞爛